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人间福报佛学专栏作家 今晚是2015年新加坡佛光山人间佛教系列讲座之一 讲题是论帐 让我们恭请永本法师 我们庙墓法师以及我们常驻的师兄 包括我们现场的会长 所有的佛光人 各位菩萨 大家晚安 大家吉祥 新加坡对我并不陌生 从一开始 满壳法师在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在新加坡举办短期出家 我就来到新加坡了 今天是我们新加坡佛光山新的道场 成立以来 成盟了我们庙墓法师 以及我们的长老 给我这个姻缘 能够再次来到新加坡佛光山 跟大家结个法园 我事实上呢 今天不是来佛学讲座 一开始他们给我的课题 我是来上课的 那我上课的主题 还是我们的长老啊 给我定的 也许今天 我们论帐的内容 大家会听起来 有点枯燥 但是 学习佛法的过程 我们总是要去 多了解 一般我们所说的大藏经 究竟内容是什么 常常有很多的佛教徒说 佛教就是经历论 佛教呢 三藏十二部 你知道三藏十二部是什么吗 我们说经历论就叫做三藏 这个十二部呢 目前我们如果可以知道的话 也许图书馆可以找得到 一百册的大藏杖 你说呢一百册为什么它叫十二部 你有没有想过啊 其实十二部 它是说的 佛陀 开示 总共用的十二种方式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佛所呢 也会像我们一般说 用寄送 有时候呢 用很多的辟义故事 有时候呢 又会用问答 有时候就像我们现在 平常我们所诵读的经 所以它用了十二种方式 论帐呢 究竟是什么 我想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问题 让大家了解论是什么 有没有人愿意接受我的挑战啊 让我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啊 那我 问了大家回答好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要学佛 想过吗 那你学佛 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学佛呢 又会怎么样 你有想过吗 就好像说我们 我看到了 我们妙目法师非常动作迅速 这个清明法会 马上那个凉簧的开始布置了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法会吗 那我不参加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可是我不参加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可是我参加的又有什么好处吗 你有没有想过 透过呢 你学佛过程里面 任何一个问题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 这就是论 就比方说 就比方说我们生活在世间 你怎么摔着棉被啊 有没有想过啊 你也可以不要折啊 睡觉是你在睡的 对不对 可是我摔着棉被 至少让我快乐一点嘛 我这个棉被不折 站在那边看起来就不舒服啊 也许是在那边看起来就不舒服啊 也许到了早上啊 中午啊 晚上啊 你要不要吃饭啊 要啊 要吃饭啊 你可以不吃吗 也可以不吃啊 那你为什么要吃啊 让我不会让我肚子饿吗 所以你在现实里面 没有发现吗 有很多都是叫做离苦得乐 应该这句话是我们佛教徒的专利啊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说 我学佛啊 就是为了离苦得乐 可是你有仔细想吗 你真的在离苦得乐吗 现实的人 其实跟我们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在离苦得乐 可是学佛的要追求的 其实不是只有现实的安乐 他还要追求 你未来的安乐 这才是究竟 我们说我们人生呢 是一个舞台 每一个人在舞台上面 都会演不同的角色嘛 这个戏演完了 是不是要不要下台啊 我们要不要下台啊 哎呀 哪一天啊 我们也变成飞机啊 飞上去的啊 可是飞上去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你的导航系统在哪里啊 你知道你的导航系统吗 就是人每一个人 都要一个退场机制嘛 哎 我上去以后呢 我这个飞机要飞往哪里啊 我要有方向目标啊 所以每一个人对你的来世 你一定要有辉航系统 还要确定 我要辉到哪一个国家去 论呢 就告诉你 佛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他都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想 那个就是论 那论究竟是谁说的呢 金是佛所说的 律呢 是佛所自戒的 论呢 是佛陀的弟子 对于佛陀的法 慢慢地加以思维 分别 然后呢 让他呢 让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接受更清楚 所以那个叫做论 也许我们说什么叫做论障 我们在讲义上面呢 你可以看啊 他说呢 他叫做阿比达摩障 阿比达摩障它是翻译的 叫阿比达玛 它是翻译过来的 事实上呢 它是 针对佛陀的法 做一个深入的说明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它为什么叫做对法 是对于佛陀所说的法 在意义上面更加深入的阐述 所以叫做对法 那为什么叫做大法 这个大的意思是广的意思 也就是说论的部分呢 它是会将佛陀的法 非常广泛地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说明 所以叫做大法 无比法 就是论的内容上面 因为它非常的周全 就是观念上面非常的周全 所以呢 其他的 应该说我们说叫外道 或者呢 经 有时候的教义上面 说明呢 还不论得清楚 有读过论的人 举手我看看 我读过论 我说论啊 一般我们诵的经是比较多的 那你有读过论吗 你有接触论吗 有吗 有接触论的举手我看看 那我们几首的菩萨里所接触的是什么 是哪一部论 大乘百法明文论 那是维世中 讲我们的心事 心所 那当然我 我们妙节法师告诉我说 这边呢 也很多的菩萨在学 菩提道士立广论 那我们今天呢 所要讲的内容 基本上是我们要介绍 论帐是什么 论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论帐在历史上的流传 跟它的列别 那明天呢 我们要针对啊 几部论 我把几个论里面呢 相关的重点 再录出来给大家听听看 而且大家最熟悉的是 菩提道士立广论 明天呢 当然我也可以问大家 因为 大家呢 在这边呢 听的都是 我们说 那个都影带 对不对 我现在是真身在这边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也可以 告诉你们一点 在这邪论上面 你哪些的一些重要观念 那我们说提到论帐 从早期开始 佛陀呢 刚开始对 吴比丘所说的法 就是四圣地 佛陀概论 有上过的人 就会知道 四圣地是什么 苦极灭道嘛 那针对呢 苦极灭道 要做一些深入的探讨 那我们说苦极灭道 光一个苦 苦呢 在名像上说有八苦啦 其实我觉得无量苦啦 有没有无量苦啊 坐在这边坐久了也很苦的 这个冷气太强了也很苦 对不对 有时候你参加法会呢 跪啊跪啊跪到最后 那个脚都站不起来了 那也很苦 佛教徒呢 法会的时候 还要批慢衣嘛 有时候拜佛的时候 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佛教徒很聪明的 平常呢看看呢 尽量可以不要穿的 就不要穿慢衣 就只要穿海青 可是等到水路法会的时候呢 他一定要搭慢衣 为什么呢 因为水路法会 我们是按照规矩的 有受过界的 搭慢衣的在前面 当然他一定要搭慢衣 他把他的 受界的慢衣 一定要穿起来 我再怎么样了 我就表示 我呢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佛教徒 那我们说 在苦的当下 他可以透过很多的角度 来说明苦的内容 还有苦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修行是很苦的 有些人说修行很快乐 我觉得修行很快乐呢 从另外一角度是骗人的 为什么修行很苦呢 因为发现啊 学佛啊 佛头要告诉你啊 你要放下啊 你要去除执着啊 那个你不要太舍不得啊 可是偏偏你会发现 我们人刚好跟佛头 说的是相反的 哎呀我这个也喜欢 那个也喜欢 这个也喜欢 所以呢在学佛上面 你会觉得很苦 这么佛头老是叫我 布施布施布施 叫我持戒 叫我要忍入 哎这个平常里面啊 这做很自然的现象 可是呢一学佛呢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你会不会觉得很苦啊 但是我们说在一个论的里面呢 他就会针对 你真的很苦吗 有时候呢 我刚才说了 离苦得乐对不对 你反而呢 在任何因缘之下 其实你都在追求离苦得乐 只是你都没有发现 我们会不会很爱自己啊 会不会 当然很爱自己咯 哎呀这个甜点不可以吃太多 因为那个热量啊 胖得不好看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也很懂得爱自己啊 所以我说呢 论呢 他就针对你 我们说啊 基本的教理的苦极 面倒的每一项 他把你分析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因为很清楚 所以一般人呢 就觉得他很烦 就是很烦躁 哎呀这么啰嗦 读经一句话就好了 论了那么多 其实智慧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 那我们呢 嗯 在下面呢 当然我们应该要稍介绍 这个论点上面 他有一个结局的问题 金 绿 都是在早 比较早期 那个大家社 做召集人啊 我们说第一次的结局是 佛灭后 佛陀呢 要入灭之前 大家社尊者是在外面红化的 他没有赶回来 这个已经呢 好几天了嘛 就帮 这个佛陀要涂比啊 可是呢 怎么点呢 都烧不起来 等到大家社 赶回来了 佛陀的脚呢 就从他的金关伸出来了 这个大家社呢 他是大弟子嘛 就马上说 佛陀 你放心 我会将你的法传下去 佛陀的体呢 大概很满意 所以脚又伸回去了 伸回去之后 佛陀就用他的三昧真火 自己涂比了 所以第一次的结局 是大家社 在王社城 集合了五百个罗汉 所汇集的 诵经的人 就是欧南尊者 负责诵律的 是幽波尼尊者 但是早期呢 结局的时候 并没有文字的记载 只是口传 好我们大家呢 结局一下 你听过佛陀怎么说 大家确认一下 这句话确实是佛说的 那这句话就被流传下来 所以第一次的结局 跟第二次的结局 那时候都还没有文字记载 只是用语言 慢慢用传送的方式流传下来 但是在这个第一次里面呢 我们说在论障的部分呢 我训练一下他的滑鼠 我训练一下他的滑鼠 其实论障呢 都是佛陀的十大弟子 本身所送出来的 那你知道哦 十大弟子里面 号称智慧第一的是谁 瑟利佛嘛 号称呢 解空第一的是谁 虚菩提 论义 论义就是那个 在说法上面呢 他会提出很多的问题 让你去思考的 让这个法义呢 可以透过很多的问题 会非常的清楚的 那个就是加瞻严尊者 所以他号称论义第一 那这几个呢 在后世里面的论 都是我们一般叫做 就是祖师啊 因为透过他们所流传下来 对佛陀的法的 我们说叫做结药 让我们很容易啊 能够理解 那你看到我们的 第一次结局里面 因为欧兰尊者诵经嘛 幽婆理尊者诵解 但是那时候并没有 所谓的论障 可是呢 大家设结局之后 他特别编出一个 叫做摩坦里家 叫做本母 那你说什么叫做本母呢 高虚心教授 问师父说 这个人间佛教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你一直在推动人间佛教 这时候师父就说啦 你这样子问我啊 我觉得呢 人间佛教是佛说的 是人要的 是净化的 是善美的 那这四句话就 就成为人间佛教的结药 这是重点啊 那我们说所谓的本母呢 意思就是佛陀说法里面 他把他的重点提出来 就是也许那两个句话 就能够概括 佛陀说法的内容 那这种方式就叫做本母 那这个本母 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你说人间佛教是什么 你把那个四季去念出来 就是人间佛教了 可是人间佛教的内容 是非常的广泛的嘛 所以从那时候呢 就有所谓的本母 那这个本母的一个形态呢 就被吴卓菩萨 收到他的一切师弟论 我们后面会介绍呢 唯士学派他的论点 那唯士学派呢 他本身论的写作方式 其实跟本母是非常的相似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介绍呢 唯士学派的论点 那在第二次结集里面呢 是在慧舍离 慧舍离是那个印度一个地区 他所结集的是有七百位的比丘 那这里面呢 是以欧南阿纳律的这些的上座 上座就是长老了 为主导 然后乃记呢 然后乃记呢 有优伯利跟 他的六祖谈经 谈经讲话 那这其实呢 这个意思就是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设立佛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他把佛头的法 做一些明相解说 然后做一些意义说明 所以叫做意思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接触的比较少 这个电脑 他不听我的 在 设立佛呢 这个系统所留下来的设立佛匹坛呢 本身大概 佛弟子的个性不一样 欧南 他号称多文第一嘛 设立佛呢 他就是智慧第一 大家瑟呢 就妥妥恨第一嘛 他是比较讲究苦恨的 性格有没有一样 他是不一样哦 因为性格不一样 对法的解说 所摘取的重点就会不一样 就是因为呢 上面的祖师 我们说那些十大弟子嘛 因为个性不同 对法的解说不一样 他的弟子的传承下来 所传承的重点 其实就不一样 所以变成呢 设立佛的这一派 他所传承下来的 就是所谓的设立佛匹坛 可是设立佛因为 他号称智慧第一 他所流传的笔坛呢 就成为后世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本论 因为设立佛的特点 所以对法的解说上面 他是比较详尽的 所以后代里面呢 就非常重视这一本论书 那在第三次的解析里面 本身呢 他是在华士城 那最重要的是一个 借立上的问题 那我们说到借立 你站在现代的角度 各位也许呢 一个飞机就可以到世界各地 你有发现吗 一样的佛教国家 可是呢 南传跟北传 在佛教国家的一个 借法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像日本 跟中国有没有一样 绝对不一样 西南 缅甸 泰国 辽国 这一代的 跟我们 北传的佛教 有一样吗 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呢 本身 是上座部系统 所流传下来的 我们后面会讲到 巴黎山藏 所流传的系统 所以当初 在流传过程里面呢 就对于这个借法 本身有些不同的看法 比方说 我如果今天脱波 我现在到这一家 可是他给我的食物很少 那按照规定呢 他本身 是在同一个地方 他可以有七家 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吃饱嘛 那我可以第二家 第二家没有东西 我在第三家 第四家 第五家 第六家 第七家 可是我不可以到 第二个村落 就等于我是 这一个村脱波嘛 可是我就不可以到 第二个村去脱波 因为当时 比丘到哪里脱波 他本身都是有规定的 可是呢 这时候的争论 意思就是说 我刚好是走到那边嘛 那我就顺便到那个村落 到第二个村落去脱波 所以等于说南方 应该是东方的比丘 跟西方的 在观念上就不一样了 就是那个是脱波的问题 另外呢是 我们说金钱界的问题 我们通常脱波 在南传佛教国家 你只能不失实物 你是不可以拿金钱给他的 因为他是持金钱界 所以他旁边一定有个近人 帮他收红包啦 他买东西啦 帮他付钱啦 到现在还是一样了 不过现在 我觉得比较没有倔意的问题 因为刷卡嘛 对不对 一张卡呢 就可以世界得得地嘛 一张卡也不代表钱啊 不是吗 所以他也不会犯借啊 而且现在也有旅行支票嘛 他也不算是钱嘛 但因为东西的文化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 持戒的过程 就已经意见不同 所以这一次呢 是为了这个戒法 不同而结局 那总共呢 在结局里面呢 就开始出现论帐了 诶 金有结局一点 律呢又再结局一点 论帐呢 就从事的时候开始 所以所结局出来的 就是南传佛教的 上座部的七论 那为什么是上座部呢 因为我们说 西南 泰国 缅甸 是不是接近南印度啊 所以往南传的 都是比较巴黎 就是巴黎文的 使用巴黎文的系统 那往北传的 要透过 我们说北印度要透过西域啊 透过思路 就会传到呢 东北亚 东南亚的国家嘛 就是北传佛教 那因为南北的文化 是有差异的 所以所流传的 在法语上面 就会有 因为文化的差异 语言的不同 多少就会有差异性 所以你会发现呢 往南传的南传佛教国家 到现在他们还是秉持上座部系统 所以所谓的巴黎三藏 那这时候呢 开始你看哦 他呢 这个摩审陀呢 就是当时第一批 到了印度以外的国家 洪化的比丘 而且摩审陀还是呢 是个王子 那他从洪化呢 当然他是到泰国 西南 面对这个区域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南传国家 所开始的论点 就是上座七步 就是他们最早的论帐 那到第四次的结局呢 事实上也是指的是 南传佛教国家 因为在西元前29年的时候呢 地点在那个斯蒂兰卡嘛 他本身呢 就将文字呢 开始记载 你现在还有听到贝业经吗 有没有 就表示呢 这个贝业经 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因为他是在 第四次结局的时候 才把南传上座部的经典 刻在贝业的上面 也就是从第三次结局开始 才有文字的记载 之前是没有文字的哦 我们在这一次里面呢 你看哦 这个西南本身的摩赫南 南王的时候呢 佛音论师 还到西南呢 用巴黎文来注解巴黎的山藏 所以现在呢 还有一些比较上座部的 他很重视亲近道论 所以这一本论 他是非常标准的 上座部 修行禅定 他总共呢 谈了四十页处吧 就是四十个方法 流传佛陀时代 佛陀教导佛地址 修行的四十个方法 那这四十个方法呢 就泡过我们呢 这个五蕴僧 还有我们的六根 或者是呢 我们面对外在的 就是我们就叫做六四啦 乃至呢 墙壁啦 土地啦 光 火 这个都是可以关的 那这个都是 上座部系统 他留下来 修行禅定的方法 你就知道说 这一本论 在第四阶级的时候 事实上呢 是在西元前 那时候表示呢 现在已经2015年了 所以他已经 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我们 你可以看到年代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本论 他在一个历史流传的 时间 那在第五次跟第六次 其实事实上呢 到后面全部都是 南传佛教国家 的阶级 那北传呢 在这个第三次 第四次结起 事实上他已经结起了 那陆陆续续呢 南传佛教国家 本身 当然他也注重 他的巴黎三藏嘛 所以在第五次 跟第六次的结起 是在1871 然后呢 第六次呢 在1954 那在第六次的时候 如果大家呢 有稍微接触的话 你应该会听到呢 南传佛教的国家 他的巴黎三藏 叫做PDS 那其实呢 这个呢 是巴黎文三藏 最完整的 而且他是 有些是有英文的 有些是有巴黎文的 那这一套书 应该说 所有研究的学者 你要研究呢 巴黎三藏 是不可以缺少的 一套藏经 我们说他的藏经 可是我们一般人来说 恐怕比较不容易 接触跟理解 当然巴黎的内容很多 而且巴黎跟北传佛教的经典 大概差别呢 是当时一些长老 比丘跟比丘宁 他在修行过程里面的修行事迹 还有呢 修行上面的一个修行心得报告 在北传是没有的 可是南传呢 他都把他记录在那个 巴黎三藏里面 还有呢 有所谓的恶鬼式 他其实恶鬼式呢 就等同呢 我们一般说呢 世间除了人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众生啊 有没有啊 有啊 但是在佛陀时代里面呢 他已经告诉你啊 在修行上面 我们要尊重所有 你看不到的众生 不是因为你看不到就没有哦 我就说啦 有一开计程车的司机 他呢 大家在客人吗 然后就经过那个殡仪馆 结果就有一个抱着骨胃摁的 然后撑着伞的 结果跟他说 哎 我要搭车 这个门开了呢 对方就说 爸爸我们要尊重车哦 就是告诉他爸爸说啊 爸爸我们要上车啊 然后呢 好 一下子他就进去坐了 闪收起来了 然后就说我到哪里了 当然目的地他也下车了 可是从那天开始 这个司机呢 就发现三点 下午三点以后 就没有人要坐他的计程车啊 然后为什么呢 他说有时候遭到人 然后那个门一开呢 那个要坐车的人就说 啊车上已经有人 你为什么还要载我 然后他明明的往后面看 没有人啊 那一次两次他也觉得很奇怪 他明明看到后面是没有人啊 那为什么要坐车的人都是 说后面有人 他也很疑惑啊 可是呢 只要下午三点之后 他就站不到客人 有一天啊 他载到了一个法师 好 这个法师 门一开 嗯 阿伯啊你坐过 你没有那么多 他说呢 叫那个老婆啊 坐过去一点啊 也让一点给他坐 然后呢 这个司机一听 嗯 就回过头 就说师父啊 你有看到吗 然后呢 这个法师就说啊 你是不是曾经在 抱着骨灰摁的人啊 他说是啊 你现在呢 再回呢 你把他送到的目的地 他说 哦好 我记得 记得在哪里 好 他送到那边以后呢 这个法师呢 就打开门 然后就说啊 阿伯啊 你今天孙子哦 帝宁准备到做成章 要请你吃饭 你还快点回去 就是请告诉他说 你的子孙啊 准备得非常丰盛的啊 那个饭菜要请你吃啊 你要赶快回去 哎 大概停了两三分钟 这个法师呢 才上车 来告诉他说 阿伯啊 已经回来了 我们可以回来了 哎 从此呢 那个司机啊 他就不会 在意到说呢 客人说他后面有坐人了 我的意思呢 是说 我们看不到的 其实是还有 哎 法界的这些众生 第三频道 我们说第三频道 哈哈 那人存在的 所以我们说在 这个南传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经典 跟北传 其实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多一点 他们的生活记载事迹 那下面呢 我们既然提到呢 论葬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 在论葬的结集过程 本身呢 跟他的成立的问题 你会看到呢 我们呢 佛在世的时候 叫做 原始佛教 有没有上过教室啊 有吗 没有 佛陀的时代呢 叫做原始佛教 佛陀 露灭 百年 之后呢 整整有五百年的时间 叫做 不派佛教 也就是说 佛陀露灭 到百年之中间呢 本身 事实上 因为佛弟子的个性不同 就已经分成 上座部跟大众部了 而进入佛灭一百年 之后呢 整整 布派佛教 有五百年 这个五百年 当下呢 布派呢 佛教从 上座部跟大众部两部 最后分成 十八个布派 到二十个布派 你说这个叫布派分裂吗 可是布派分裂呢 基本上是因为 对法在解说上的角度不同 但是你放心好了 布派的教义 最后都结集成一本 我们后面又会告诉你 哎呀 讲了那么多 最后呢 你只要看那一本就好了 但是那一本的一百卷 在布派的十期里面呢 我们把它分成 初期 中期 后期 在初期里面 比较结集的 是南传佛教的论点 我们呢 有初期的 法籍论 分别论 人师色论 中期是论事 借说论 后期是双论 发去论 那这个南传七论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 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所谓法籍论 然后我先问大家 什么叫做法 知道吗 什么叫做法 知道吗 不知道 上过佛学班的 我只问一个字呢 我只问什么叫做法 我没有问很多哦 这个法呢 是指所有的现象 这个毛巾 这个碟子 那个都可以叫做法 这个桌子也可以叫做法 这个花也可以叫做法 这个电脑也可以叫做法 人也可以叫做法 这个呢 我们说那个法属哈 它也可以叫做法 所以法的范围 它是非常广的 所以叫做法嘛 那如果站在我们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叫做十八戒嘛 六根 对不对 然后呢 十二处 六根 将外面的色身 香 味 处 法 叫做十二处 然后呢 再加呢 眼视 耳视 鼻视 蛇视嘛 总共六个 就变成十八戒 所以在人的接触范围里面呢 我们叫做十八戒 可是它这个法极论意思就是 它透过呢 所有的现象 帮你做分析 把它记起出来 帮你做解释 这个叫做法极论 那分别论呢 这个分别呢 我们说韵 就是这个色身啊 叫做韵 处呢 我六根 我眼睛嘛 现在眼睛看到你们 这个就是一个地方 我们有没有发现啊 我眼睛只能看 耳朵只能听 所以呢 眼睛是不能听的 耳朵呢 是不能看的 所以它是有个别 它有基本的条件的 所以叫做处 那我们说呢 在法的过程里面呢 它呢 把经典呢 所说的拿出来做讨论 那我们说好了 在讨论的当下呢 我们可以说啦 假设以我们来说 哎呀 我这个色身叫做五蕴 那五蕴呢 是不是有五个 色 受 想 行 是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又把它分成两个 色 是这个色身哦 是身体嘛 受 就是我们的感觉嘛 感受嘛 想呢 是我们的想象嘛 行呢 就是我们的动作嘛 是呢 我们潜在的那个意识 对不对 所以它把它分成一个 身跟心 那这 在这个分别的过程里面呢 它要分别说明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 假设我这个 色身的色嘛 它是不是物质的 是不是 是物质的咯 你一口气在 叫做千般用 对不对 可是你一口气不在的时候呢 你丢给人家 人家都不要 你知道吗 当你有一口气在的时候 你就很受欢迎啊 但是你没有那一口气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害怕啊 那这个呢 纯粹这个色身 光就有色身 它是会不会变化 你没有说 我永远都不会老的 其实我看看 我看看哪一个这么厉害 跟他学一下长生术这样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这个色身 一定会有变化的 从出生嘛 到老 这种变化过程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 去意料的 你说呢 我知道我会老啊 会不会老得漂亮一点 可以吗 没有办法啊 你怎么知道你老得什么样子啊 因为你只能随它自然嘛 所以在一个分别的过程里面呢 它会用很多的问答 来说明 哎呀这个色怎么样啊 这个心怎么样啊 这个感受怎么样啊 我说论的好处就是它很仔细 那这个戒论呢 就是一个一个 哎呀我们说啊 六根嘛 眼根 接触外在的射程 而产生四的分别 所以叫做眼世界 那眼世界呢 有没有局限啊 有没有 我只能看到这个空间 那个墙壁挡住我可以看得到吗 我看不到的 所以在法的当下 它一定帮你做分析 我们所有现象六根的功能 它都是有局限的 可是不一定呢 每一个人六根都记住哦 那是因为我们很幸福 可是有些人呢 他出生不一定是六根就记住的 所以在法的分别上面 他会用很多的方式 让你了解 这个色身 你说你爱他也好 照顾他也好 但是不要太执着他 也就是说 他一定会变嘛 你要重视的就是你的精神面 你的一个心灵的进化 所以大师说 人呢 老病死生 是告诉你 你的生命是可以永恒经营的 他告诉你 哎呀 为什么叫做死之后要生呢 这告诉你 你可以量身定做你的未来 所以人呢 会有无限的生命 那在这个分法的过程里面呢 他就不断地在讨论这些问题 可是这些问题 我告诉你 记者论讲得很详细 但人私色论里面 讨论不同种类的人 我们有没有不同种类啊 有没有人 我们假设说啦 贪比较重 称比较重 或者吃 吃就肢戒嘛 比较重 假设我们把呢 所有人的性向分成这三种 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啊 我们自己应该要去分别啊 我是属于哪一种 也就是说我们呢 每一个人生存在当下 都有你的烦恼的执着点 你说像我呢 我以我来说啦 我大概脾气不太好 然后呢 有点小我慢啊 可是我已经慢慢在改了 人呢 一定会有个性的 其实我是很拽的 所以在一个开始教书的过程里面 奇怪 我就讲了两次了 你还不会 我呢 那时候就有点火大了 刚开始教书呢 都老婆亲切 都觉得呢 我已经百分之百交给你 你为什么还不会 写作业没有写好 现在呢 随你去吧 反正呢 你呢 能够写多少就算多少啦 我干嘛气死自己 有时候呢 你很用心良苦啊 可是他觉得呢 老师要求太多 老师太严格 最后来呢 有一个学生呢 上我三年的课 毕业的时候呢 竟然跟我说 老师我一定要突破 我说 哦 不错 很好 那你要突破什么 老师我要毕业了 所以我要突破 我三年来都不敢跟你讲话 我从他的话里面呢 我就开始自我反省 我在教书 我怎么会让学生 怕到这种程度 就表示呢 我实在呢 是应该要好好检讨 从那时候开始 就慢慢要去调整自己 哎呀 是不是我们我慢啊 太强了 这个太急了 称心太重了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很认真超精 因为超精可以磨捏 一个人的心性 让人的心是比较定的 然后个性呢 比较温和一点 脾气呢 慢慢拍 这样 就慢慢调 那我们说在法的上面呢 而且论 它就让你 在人事设论里面 让你知道 哎你是属于哪一样的人 说你要用什么方法 去对峙 所以有时候论也是蛮好的 下面呢 我们说呢 论事 其实论事呢 它是指了一种历史 而且它最主要的是 在批评当时 有一些外道的邪见 那我们说现在有没有啊 现在有没有 现在好多啊 我可以告诉你 真的很多啊 既然呢 我们大雄宝殿 有去过佛光山的 知道大雄宝殿 有三尊佛 对不对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旁边是药师佛 另外一边呢 是西方极乐 直接欧弥陀佛嘛 然后呢 他来做功德 哎 我觉得我有一次客串 然后呢 他来点灯 那我就跟他说 哎呀 不错 哎 我今天呢 那个 我把那个药师佛 因为我们的捷音品里面有本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小佛像 也有药师佛小佛像 也有阿弥陀佛小佛像 那我刚好顺手拿出来 我就说 哎呀 今天不错哦 给你药师佛 他竟然跟我说 师傅 我没吃也好啊 我买药师佛 我就讲 啊 我给你药师佛 不是因为你生病耶 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呢 然后我就说 你听谁说的啊 我才没听过 阿弥陀佛像 这样说人家伯父 人家要要药师佛 就是生病的人才要药师佛 你真的这样子想吗 就表示我们很多的知见 本身是要学习的 其实药师佛 你是要多求他的 你知道吗 所有人世间 你要求财 求事业 求智慧 求相貌庄严 要不要啊 要嘛 对不对 像我长得这么安全 就不太好吧 然后呢 让你呢 免除一切的横祸 你知道吗 你是要求药师佛的 还包括我们 有些错误的知见 还有我们呢 很正常的 常常做噩梦 对不对 有时候你要送药师金啊 所以你在现实的安乐里面 你是凡事你要去求药师佛的 所以不是说你生病 才要药师佛啊 所以我们说呢 很多那个知见 要透过你听闻佛法 要慢慢去转过来 所以我听 为什么我第一次听到 药师佛是生病的人才 才要药师佛 所以我就说 你要听我说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药师佛不是生病的人才要啊 是所有人都要啊 我说他手上的那个模拟宝珠 是可以磨出世间的财宝的 可以磨出世间的智慧 可以磨出世间很多的 我们说无量的 我们叫知据 就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的 我说啊 现在呢 你要去拜药师佛 请他加持你 他才说 哦 我说我真的真的不行哦 所以我没有破坏 帮药师佛不要紧哦 我实在呢 我讲了半天了 他还是回答我这样 在下面的一个双论呢 就讲到一个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 常常会碰到的问题 还有我可以问你们哦 布施 布施是不是善因啊 是不是善啊 一定吗 所有的善事 所有的善事哈 都会有善因吗 一定吗 还是不一定呢 好我们呢 假设我们用布施好了 你说布施 它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对不对 一定吗 一不一定 我可以告诉你不一定 你要看你布施的对象 布施的东西 那你说呢 假设你一个学佛的人 你说啊 某某人啊 你生日啊 我这一罐呢 维持笔给你 你是布施没有错 可是呢 你的布施物 它是不合法的 还有呢 布施出去 你会造成它 我们说失去理性嘛 你喝酒本来就是会这样嘛 而且是佛教徒违反的 佛教徒应该要守的规矩啦 可是你布施这个东西 是乎如法的 虽然这个布施项上面 你好像是布施 可是它布施上法的因喔 所以我们在 行善的过程 为什么你要对法 很多的观念要去理清楚 不然你就会做错事 你说我一样给你钱 你这个钱呢 给对方用呢 不同的目的 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不对 假设呢 你说啊 这个阿嬷呢 就是很疼孙子嘛 那呀 她说呢 那给我钱啊 干什么啊 打弹珠啦 这个爸爸妈妈不肯吗 这个阿嬷说 好了好了 我给你呢 我给你呢 那你说这个阿嬷呢 对这个孙子是好呢 还是不好呢 所以我说 在行善的过程 你恐怕要去思考 我行善的目的 行善的对象 你没有经过思考 你常常行善过程 会走冤枉路啊 就是论上面 为什么你要 偶尔真的要读一点论 你才会开窍嘛 就是要开发智慧 当然我不是说 读经就不会开智慧的 而是读论呢 它比较让你 会理念清楚 那下面还有一个发趣论 这个发趣论是在说明呢 我们一个音源 就会有很多的音源聚集 就好像说我呢 今天坐在这边 对不对 我需不需要音源啊 我当然需要音源 一个呢 我需要呢 上面的长处说啊 有没有法师啊 你什么时候啊 有空啊 去新加坡啦 但是 他跟我说以后 也要我有时间啊 第二个呢 也要妙目法师同意啊 对不对啊 还要 人家这个道场本身 在行事上面 它有那个空档啊 要不要很多的音源 当然需要很多的音源 所以我们人出生 在家庭 在社会 在学校 在道场 其实你都需要 集聚很多的音源的 我们在道场吃一餐饭 你知道有多少的义工在背后 发心服务吗 你有没有想过 我光一个来参加法会 这个事前要多少的工作吗 要多少的义工加入吗 所以你一件事而已哦 你就会牵着很多的音源 所以佛教会让你知道说 除了你在生活的当下之外 你是牵着很多的音源在一起的 让你心中有人 如果你心中有别人 你就懂得如何慈悲 所以为什么在寺庙里面呢 告诉你说吃饭的时候 要珍惜吗 要把它吃完 你呢 发现饭菜太多了 你要先退 你知道一个饭菜 是多少人发心 结缘供养煮出来的 就是我们呢 要心中有别人 所以在发气论里面呢 就是告诉我们呢 说我们每一个生活当下呢 都必须要去重视你周边的音源 那下面 我们讲的是北传 上面呢 刚刚是南传哦 现在是北传 其实北传呢 在内容上面 事实上是跟 南传呢 是差不多的 只是 节级的内容上多少少 角度会有些不太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你发现了我们 北传佛教 涵盖的中国文化 跟思维 有没有比较敏锐啊 是比较敏锐的哦 南传呢 它是比较保守 比较传统 只要你现在看呢 我们说那个西兰缅甸 那些的比丘啊 那些法师 他们呢 是持过五不食戒 所以你一定要在 十一点半之前 要供养它 你不可以超过时间 这是对它基本的尊重 因为它是人家的戒法 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人家 那北传佛教呢 我们有规定 我们也有规定啊 其实我们非常自由 对不对 早上呢 是天人食 中午呢 是佛吃饭 晚上呢 我们叫饿鬼食 我们人呢 全包了 所以我们早上也吃了 中午也吃了 晚上也吃了 我全部包了 所以你会发现呢 传统的丛林 他早上要供养 对不对 其实基本上是供养天人 中午才是真正供养佛 晚上为什么告诉你 网块呢 不可以出声音 因为你动网块 有很多啊 第三频道的啊 他万一他不能吃啊 他很苦的 所以等于呢 在这种观点上面 多少就有些差异 那在 北传来说啊 有不 其实有不的思想啊 影响非常深远 那就到现在呢 假设呢 有读菩提道次力广论的 其实他的子跟观 就是上司道的部分 他事实上是用 中观 一切 说一切有不 尽量不 四部中意 来比对 修子跟修观的方法的 所以有不的流传 是非常的深远 那在这里面呢 你会发现呢 极异门族论 因为设立佛号称 智慧第一嘛 所以佛媚后呢 本身 设立佛怕呢 很多人对佛陀说的法 会有不同的看法 意见 所以他就做了一本论 为了避免呢 佛媚后一些论真 这叫极异门族论 另外呢 法应族论 法呢 运 就是把呢 佛陀说的 所有世间的现象 他全部都汇集在这一本 意思就是你只要 读一这一本 你就了解世间了啦 但是我告诉你 不容易读 因为早期的文字翻译 跟我们现在差很多 就像我们呢 编出来大章经 人家就跟我说啊 有没有法师啊 你们编出来大章经 有几个人读啊 我就跟他说啊 我给天人读 然后呢 给未来人读 他说你看啊 你编出来呢 现代的章经呢 现代人都不读 我说我是为正法 久住世间 现在呢 多少少还是有人读的 虽然人比较少啦 可是未来会有人读 至少呢 我们为这个时代的佛教 写下了佛教的历史 我这个时代呢 我为这个时代的佛教 我做哪些现代化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 从正法流传世间的角度来想 而不是说 后面人要躺啊 你是 你编的那么辛苦干什么 其实不是 我们是为了正法的流传 所以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 那个早期的论点 就是让 有因缘 然后呢 有善根的人 他接触的时候 他可以了解 佛陀当时 他所说法的内容 那在施舍族论里面呢 有所谓事间 因 还有业 那事间施舍呢 佛教就说啦 事间啊 人需要吃饭吗 需要 就是事间 整理 还有人呢 本身 有没有生脑病死啊 有吗 这就是事间的整理 那我们在感受上面呢 会不要苦啊 热啊 舍受啊 这个本来就会有的吗 那这个就是真理 你会发现呢 东方 太阳生出来了 然后再从西方下去 对不对 每天白天 黑夜的循环 其实那就是所谓的真理 花开花谢 就是一种真理 所以所谓事间施舍 是你要从事间上面看到 事间的变化项嘛 所以你会发现呢 哎呦 我们在台湾呢 幸福惯了 为什么幸福惯呢 我们一个佛光山呢 你到处走出去 你要碰到呢 一二十个法师 是非常简单容易的 乃至于呢 随便呢 一个集会啊 好几百个出家中的 都很正常 可是现在呢 在国外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啊 你看我们新加坡佛光山 我们的法师 除了庙墓法师以外 都是进口的 哎 你可以仔细看到 除了他之外 其他都是进口的哦 有拉达特进口的 有马来西亚进口的 我是从台湾进口的 你看新加坡 它水 物质 所有的 这些吃的啊 用的啊 全部都是进口嘛 这就是文化的特色 那台湾呢 当然它 是一个叫做宝岛嘛 所以文化当然 跟这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陀要告诉你说 世间失色 是因为世间有这些现象 但是不同的国度 其实同样的 都是有这种现象的 不会因为你是欧洲人 所以不会死 不会的 也不会是因为你是印度人 所以你生命就比较短 因为有时候 印度呢 它是贫穷 某一部分呢 贫穷跟贫富的差距 是非常大的 不会的 吃脑病死 就是一个世间的真理 所以大家会帮你分析 世间的真理是什么 那所谓因 我们说谈到因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这每一个人都会 对不对 都会 那你有清楚多少吗 种瓜 现在不一定得瓜 怎么办 一个小小的假设 这个芒果种下去 这个长成一半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改良啊 我如果接在苹果树上 就变成苹果芒果嘛 对不对 那我如果接在香蕉树上呢 就变成香蕉芒果嘛 然后你看哦 然后你看哦 平常我们以前呢 是不容易看到呢 各种颜色的花 其实现在很容易啊 以前从来没有看到呢 蓝色的 黑色的 现在很容易啊 现在花开在中途的时候 你加入色 它之后就变成黑色的 为什么因为现在科技嘛 所以你当下的因 在中间的过程 很重要是一个圆字 因为圆不一样 所以它果呢 就会改变 所以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 要重视你的因 也要重视你的圆 你的果呢 才会好 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说菩萨 为因众生为果嘛 所以这个因失色 就告诉你说 你呢 做什么事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因缘 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那是必然的 这个不是佛陀 定下来的哦 而是呢 世间你不管你学不学佛 都是会有的现象 当然因很多啦 它因为它失色了 很多的善法啦 不善法啦 就是你做坏事 又不会有恶报 一定会有的 你起烦恼呢 会不会自己苦 一定会有的啊 为什么 自讨苦吃嘛 所以我们世间呢 你要去重视你的念头 就是因啊 因地 那这个因还会跟业有关系 业是什么 我们的行为能力 你的行为能力 过去的哈 它都会流存耶 我们的脑袋瓜 比电脑还要领 怎么办呢 它呢 永远不会当机啊 我们流存在 欧赖也是的种子啊 它是不会坏掉的 也不会呢 消失掉 也不会 我们叫做 变质 绝对不会的 你呢 种什么因 就会得什么样的果 你只要种下去 所有的行为业力 它通通全包 你说有没有人看到 我可以告诉你 它比那个扫描器 还要准 以前的人就说 头上三尺有神明嘛 不用神明啊 英国两个字 在你的心中里面 它就帮你记得很清楚的 这个有一位哈 福建人 因为他天生非常的耿直嘛 结果呢 他说这个城隍爷啊 这个半夜就找人啊 你可不可以来做我的秘书啊 他说 你说我是要死啊 他说不用不用不用 你只要呢 白天还是上班 晚上的时候我会请人请你 他说哦 晚上我也要上班就对啊 他说对啊 哎呀 基点应得嘛 他说哎呀 好吧 我试试看 结果他呢 他在底下哈 他是专门呢 就叫文书嘛 所以一定要翻啊 哪些人呢 在人间记得什么业 什么业 什么业哈 然后呢 当然往生的人 到了下面去 他就会 你一生里面累积 看他负债多少 你也没有存钱 要做一个统计 之后再看看 你怎么发配 结果那有一次 他翻的时候 就翻到他太太的名字 一看 哦 偷人家一只鸡 要赔呢 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功德 他就想 哎呀 我太太真的偷人家的鸡吗 结果呢 第二天呢 他起来以后 问他的太太说 你老实说 你有没有偷人家的鸡 结果他太太呢 一惊 你怎么知道 她说你老实给我讲 不然你底下都已经有记录了 她说呢 有一次啊 我就是到隔壁家里面去 本来呢 我是要他们借东西嘛 结果他们的鸡 就一直着我啦 结果我有一生气 我就把他打死了 结果 打死就想 这样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 对不对 好吗 一不做二不休吗 我就把鸡呢 拿回来了 杀了 煮了 吃了 那你有没有跟人家道歉 没有 他知道吗 不知道 他就跟他说 赶快 还人家两只鸡 结果他呢 他就告诉他 你一定要还 不然你的底下呢 会加利息的 当然就赶快呢 买了两只鸡 到隔壁家 开始呢 去给人家道歉啊 去懺悔啊 不好意思啊 我过去曾经怎样 然后呢 对方就说 哦这样啊 好啦 你既然这样道歉 我就原谅你嘛 他隔两天再去下去上班 因为他特别呢 把他太太那一页 有折起来 然后下去以后呢 他就开一开看 他折那一页 哎 你看哦 他的太太的名字 自然没有了 所以我才说啊 他比扫描的还要厉害呢 所以我们呢 要重视呢 在修行上面 每一个人的心恋 那下面呢 我们说那个品类族论 那是一列别嘛 哎 你是印 促 戒 这个就是类 一类一类一类的 那我们就不说了 那四身族论呢 就讲我们的心事问题啦 身体跟心 这两个关系密不密切啊 密不密切 很密切的 当你身体生病的时候 心里就屋住啦 当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你走路就很沉重啦 两个有没有一样 两个呢 是互相影响的哦 所以在心跟事的当下呢 他就是帮你做分析 人的心事 他会透过你的六根 在外在照做 可是你外在的照做 也会影响到你的心念 所以你说禅修的你为什么要坐正呢 因为人坐正 心自然就端正 就会起正念 一样的椅子 你们试试看 你呢 坐这样呢 还是坐沙发 坐沙发可以放躺嘛 跟坐这样的椅子的心态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哦 因为坐沙发 人就比较轻松了嘛 那人一轻松就 嗯 周公你好啊 可是呢 坐这个椅子呢 它是挺直的 对吧 所以心念 马上可以提起来 所以我们的身跟心 事实上呢 它是相关联的 所以互相呢 你的一个心念 一个动作 它是互相有影响 这是四身词论 说明的内容 发誌论呢 我就不用说了 因为它让你聪明的啦 发誌就是引发你智慧的 那引发智慧呢 它把前面所有的重点 都栽入到这一本里面来了 我们要不要聪明啊 不要 要智慧 聪明是没有用的 聪明的反背 聪明物 人呢 是要智慧的 那这个发誌论呢 就是让我们 能够了解 世间的真理的实相 至少让你呢 引发一点智慧 那下面呢 我们 要来看一下大乘 部派的四个论师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说一下呢 大乘佛教里面的 龙素菩萨 我相信大家呢 如果有上过佛学概论 对龙素菩萨是不会陌生的啦 他号称八宗祖师 所以我说他不是人 他叫菩萨 因为他真的非常厉害 很多的大乘的经论 都是他翻译出来的 那在他的著作里面呢 解释大品 部位经的就是大制度论 那我们明天呢 我会在大制度论里面举一个 跟你们生活上有关系的 来看看喔 一样的部位经所说的 在论里面他怎么说 还有法言经的实地品 本身 他写的实柱匹菩萨论 菩萨有52个阶位嘛 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嘛 那这个实地呢 是在说明菩萨在每一地里面 他要做的工作 跟他的基本条件 他写的非常详细喔 菩萨好不好做啊 气死我啦 有没有啊 我发现了我们很多的会长啊 实在烦恼的要死 可不可以不要做会长啦 我呢 发心就好啦 我可以做劳力啦 因为呢 做会长的很苦啊 活动的时候要拜托人啊 又要出钱又要出力啦 然后呢 要再跟他们鼓劲啦 活动的时候还要去找人 人家不一定要要卖你的账啦 这个叫做菩萨难违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困难呢 就是我们菩萨的条件 还没有具足嘛 所以表示呢 我们还要再加油一点 加油一点 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 有人嫌他吗 没有人嫌他嘛 对不对 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呢 他忙得要死耶 你看 所有的菩萨现在都是站着 对不对 哎呀 七星门服务啊 全球各地啊 只要有人念他 他通通去啊 他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要做一个菩萨 哎呀 是真的不容易啊 我应该讲一个菩萨的故事 给你们听啊 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每天都接受很多人的这个礼拜吗 哎 有个都流浪汗啊 进来 哎菩萨 你坐到那边好逍遥哦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啊 你借我坐一下嘛 菩萨就说啊 可以啊 换你来坐 可是有个条件 你不可以讲话哦 不可以讲话 好 简单 我就不要讲话 好 第一个人呢 哎 开始他坐菩萨 菩萨站在后面吗 坐在后面 他坐前面哦 哎 第一个人来来啊 是一个有钱人啊 拜下去 还是那三句话 菩萨 你要保佑我啊 钱越多越好啊 收入越来越满意啊 哎 子孙越来越兴旺啊 财产越来越多啊 菩萨 我很虔诚哦 你要保佑我哦 拜三拜 走了 哎 他的钱包掉下来了 然后呢 他要叫他 哎 不行哦 菩萨说叫我不可以讲话 好 第二个人又进来了 第二个人呢 是一个穷人 他跪下来呢 哎 他说菩萨 怎么办啊 我好几个月没工作啦 妈妈又生病啊 连了要看病的钱都没有啦 菩萨你要付幼佑保佑我啊 有钱可以让妈妈看病嘛 你是很灵感的 你会成就我了 拜了三拜 哎 看到钱包了 哎呀 这个菩萨还真灵耶 就拿了钱包走了 然后呢 他要告诉他 哎 那不是你的钱 哎 不行 菩萨说叫我不可以讲话 哎 第三个人呢 是要出海的 一个行船的人嘛 哎 他就说菩萨 希望你保佑我啊 出这一趟啊 都能够平平安安 顺顺睡睡啊 哎 再拜完三拜 站起来 那个丢了钱的 有钱的人就跑进来了 就抓住他说 你拿我的钱 把我的钱还给我 这时候呢 这个行船的人说 我没有拿你的钱啊 有 我明明在这边拜的 钱就丢在这边 都是你 你看没有人就是你 两个就吵起来了 这时候呢 坐在上面的人 那个流浪汉呢 看不下去了 哎哎哎 不是这样啦 不是这样 那哈 钱不是他 他就开始跟他说啦 钱不是他拿的 是另外还有一个人 结果他一讲 两个都不吵了嘛 这个行船的人也走了 然后呢 这个富翁就 就去追 那个贫穷的人了 这时候菩萨就讲了 你没有资格 坐在这边 他说我告诉他事实啊 他说 你呢 你没有资格的 有钱的人 我让他丢个钱 对他来说没有损失 可是他丢的钱 可以做应得 帮助那个穷人 让他呢 去医治他母亲的毛病嘛 不是做了一件应得 一件善事吗 然后呢 你呢 为什么要告诉 那个行船的人 因为那个行船的人 他要祈求平安 可是他这一次出去 他是会遇到大风浪而死的 我让他吵的过程里面呢 拖过行班 出不了海 就会救了他的命 可是你没想到呢 就是你的一句话 你说的事实 所以行船的人出去 他按道行班吗 当然就往生了 贫穷的人呢 钱还了 他也没有钱 可以医治母亲的毛病 菩萨就说 你没有资格坐在这边 所以我们说 我做菩萨本来就会很苦 那是怎么样呢 增加我们内心的智慧 跟福德悲心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应该要讲 龙树菩萨才对 那我说的是 因为龙树菩萨 有这样的著作 当然其他的论点里面呢 我想中观论是很重要的 因为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 很多上世道的空观思想 事实上是来自 龙树菩萨的中论 有了龙树菩萨的中论的 这些空跟无我的思想 所以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 他用了很多中观的东西 当然他也用那个 一些形态的东西 做一些比对 那事实上呢 龙树菩萨的中观论 在后世里面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当然还有一些著作 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呢 虞树菩萨 这个虞树菩萨 是我们一般说的 为世派 为世派呢 是讲的是 佛教的心理学 那我们为世的心理学 应该说 我们是应该要先讲 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你如果参加八观灾界 过堂的时候 你要不要念供养咒啊 里面是不是有个 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啊 因为下一个 到了娑婆世间 来成佛的 是弥勒菩萨 那弥勒菩萨呢 他是为世学派的 一个祖师 所以呢 他把法传给吴佐了 已经没有时间 讲吴佐的故事 给你们听了 你要见到 弥勒菩萨是不容易的 是真的 我说不容易 你要见到菩萨 真的不容易 就像我们 我说的事实 像五台山 本身呢 我不要说 那个寺庙的名字 这样子太敏感了 那个里面呢 住的 大概将近 一百个比丘 然后那个和尚呢 就是那个住持的和尚 他都希望呢 我在五台山 我当然希望能够见到文书 那每一年呢 都有相会嘛 那相会的时候 就会请很多人 吃饭 或者呢 我们叫做的 四周 贫穷的人都可以来 领了一份食物 那有一次呢 他在四周的过程 就有一个妇人 手上抱一个 另外一只手牵了一个 肚子又怀了一个 然后呢 又有一只狗 跟他来了 然后当然他就跟他说了 一份 当然和尚 那个布施的 就给他一份嘛 他说 啊 我这个小朋友 哦好 小朋友也有一份 这时候他又说了 可是我肚子里面的 baby要一份 这时候那个和尚就想 啊肚子里面的分子 还没有生出啊 你就要 太贪心了吧 他就说 哎呀 和尚慈悲嘛 你就给我嘛 因为我们很穷嘛 然后他就非常生气 好 给你了 给你了 接下来他说 可是师父啊 这只狗也要吃啊 这时候和尚就很生气 他说你实在太贪心了 你一个人呢 要那么多份 当他在骂他的时候呢 那个妇人一转身 文书菩萨出现了 你不是常常都求我吗 又见到文书 你用这样的心 你永远见不到真正的文书 所以他非常的惭愧 他呢被文书菩萨考试 第一关就没有通过了 所以我们呢 在学习的过程呢 要不要信啊 信是很重要的 那吴卓呢 他的弟弟叫做四亲 那四亲菩萨呢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聪明 所以他曾经的 学了很多外道 布派的论点 可是他都批评大乘 他的吴卓哥哥呢 就把他引诱回来 然后教他怎么转入大乘 后来他就是靠呢 四亲菩萨 写了很多为世学的论书 所以他号称千步论主 明天呢 我们也会举他的论点 给大家看看 那我们的论书的目的 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读论呢 一般我们都读经嘛 你读论 最主要是要训练我们的思考 了解经意 知道如何修行的细节 就好像说 在经的过程里面 你诵读普门品 普门品有没有告诉你啊 你怎么念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啊 有没有 他只告诉你哦 你说啊哎呀 求难得难 求你得你对不对 还有呢 当你称心的时候 你念观世音菩萨 当你烦恼的时候 你也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吗 还有你一到危险的时候 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他只告诉你 你碰到问题都可以念 可是你怎么念呢 你才能够真的 让菩萨来帮助你呢 在普门品里面是没有说的哦 可是如果主事们 他解释普门品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第一个呢 你的念头上要观想 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那你说我菩萨呢 我观不起来 至少呢 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你要很清楚 观世音菩萨 或者观音菩萨嘛 就是你的念头上面 要很专注在这个菩萨的名号上面 你才有办法呢 跟他相应 因为所有诸佛菩萨的名号 都是他的功德法句 什么叫功德法句吗 就是他修行的过程里面 他所有修行的功德 都已经聚取在这个名号上面了 那为什么我们 危险的时候 不会称商商理事呢 因为称他没有用啊 因为他没有功德嘛 可是呢菩萨呢 你哪一尊菩萨都有他不同的功德 第三位菩萨负责监疫部教 监疫部教 所以呢你知道吗 我们烦恼众的人 跟呢很难得度的人 包括呢那些第三频道的众生 他是教主 他是负责人 所以你称念 地藏菩萨的名号 你在走路的时候 比方说我在夜晚嘛 我会害怕 你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他会让你这个地方能够平静 平安顺遂 你说我可以称念 观世音菩萨名号吗 当然也可以 但是因为我所说的是 因为不同的名号 他有不同的功德力 所以我们在称念当下呢 你要呢非常清楚 我称念是哪一尊菩萨 哪一尊佛 那我们的论医的目的 就是把我们经典的教义 可以非常清楚明白 整理出来 让你非常的容易受辞 细节上面讲得很清楚 另外呢 我们最主要呢 是在论语上面呢 让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获得正知正见 因为有些呢 在协活过程里面 还是有些呢 知见不是很正确 那这个知见不正确呢 在协活过程 其实呢是一种冤枉路 我觉得一样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 每一个修行 用最称切的方法 可以获得最好的效果嘛 那论呢 他就会告诉你有很多 这些逝世而非的观念 你怎么帮你做厘清 那当然另外的就是 让我们能够 弃除我们的执着 我们有没有执着啊 执不执着啊 光讲执着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舍不掉 你的执着心 你永远跟苦挂钩 跟轮回挂钩 跟业力挂钩 为什么永远脱不了 你说你很执着吗 你要去知道我执着什么 那这个执着呢 有用吗 有价值吗 有结果吗 就像我 我昨天跟那个 新山的人 菩萨说啊 这个我们呢 有个信徒 这个儿子去国外留学 躲着博士学位 回去学开车 然后开 一个月训练好了 他非常高兴 要开车出去了 结果就发生车祸 一撞上去呢 就没有回来了 当然就走了啦 就再见了 你说这个妈妈会不会很难过 当然会很难过啦 每天哭 整整哭了半年 现在水路华会去了 在那个华会上面 还是继续哭 每天都念 念那个儿子啊 结果到了第三天 他呢 梦见儿子啊 哦 那个地方呢 那么漂亮 还有游泳池 哦 旁边呢 好多的南巡啊 就是非常的漂亮 那远远呢 这个儿子啊 跟很多人啊 在那边游戏啊 玩啊 然后呢 就突然呢 转过身 就跟他说啊 妈妈 我在这边很好 你不用不爱我了 你回去回去 然后他就醒了 醒了以后他就想 我们呢 天天都要念他 他呢 在那边玩了要死要活的 那家也不管你这个老母亲 你还每天呢 念佛 回向 还有帮他拜灿 结果呢 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快乐的 不得了 然后你在人间呢 烦恼执着 所以过来呢 你就发现他很欢喜 说哎呀 你为什么这么欢喜 哎呀 我的执着放下了 我的儿子不管我 我也不管他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的执着 是多余的 有时候我们是多想的 多挂爱的 你如果可以掌控这个世界 你执着才有用 不是吗 你不能掌控这个世界 你再执着是没有用的 干嘛啊 给自己呢束缚 所以人间呢 就是四个苦 哪四个苦你知道吗 不是生老病死苦 是呢 输不起 看不透 放不下 舍不得 这四句话呢 虽然很容易 但是很难做得到 如果我们学佛的人 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片刻 你没有好脑去思维的话 你绝对不可能开发智慧的 也不可能进步的 我说了那么多会话 我的目的呢 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呢 有机会 有论点的课 要多听 它可以帮助理清你呢 对佛法的一些正知正见 乃至呢 它可以引发你的智慧 开发你的智慧 让你呢 能够用了最自在 最欢喜的修行方法 在人间获得安乐 那我们也希望呢 明天呢 我们会透过 基本的论点 告诉大家 跟我们修行上有关的 一些修行的观念 那今天呢 我们的课程 我叫课程 就到这边 那最后呢 我想我们请所有的菩萨 我们一起来做功德 回向 慈悲喜舍遍法界 习福结缘立人天 禅尽戒恨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怨心 我们希望呢 我们今天论帐啊 能够让大家 对于佛陀 弟子们对佛陀的解说 能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也帮助我们呢 对法义的深入 让我们呢 在修行的过程 人人都可以增长福德 增长智慧 让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共成佛道 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非常感谢永本法师 精彩的演说 让我们 以最恭敬的心 恭送法师回聊 祝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